我們現在看這間店鋪在牙醫的旁邊 這間店鋪是入校的 其實那間的正門在這裏 這間店鋪做了好像一個辦公室 樓底很高 這個牆是可以拆開的 這間店鋪的入口 大概200尺 這間店鋪有一個浴室 這間店鋪有一個浴室 很便宜 後面有一個大廁所 所以我猜 剛才我們看的小浴室 就是這個牆的後面 這裏好像一個牙醫的房 這個是大的浴室 後面窄一點的牆 後面就是小浴室 如果買家喜歡的話 可以打通它 便變成一個大的店鋪 好 這個是一個儲物室 這是一個儲物室 所以我只是在那裏 而已 阿庭和瓦都像在上面 附近 即是不遠 大街 全部都是一些 exercise studio 另外一個大廁所 另外一個是做 做 就是一個醫療 是用來打針 美容針 全部都是醫療 很多醫療 很多醫療 療療 店鋪的門 正門 其實是這裏 挺闊 堂皇 現在的牙醫 就是這裏 如果是買家店鋪 就是這個正門 這個單位 很有趣 我們之前有條片 說過 如果不買得住宅 可以買商業的樓宇 但是你現在 都仍然可以做350K 350K的意思 就是要裝修 我們生前這間店 是320K 年份是1951年的 如果你買這間店 來裝修少少 那已經可以 成立做到350K 這個 proposition 挺有趣的 可以在這裏 開店 或者租出去 Size 店鋪是44平方米 租金 可以拿到1700-1800K 非常可觀 好過買住宅單位 當然 因為住宅單位 頂樓可以拿到1000K 在這裏 以這樣的樓宇 以這樣的年份 所以 其實買商業店 那個回收是可觀很多 那邊就是薩丹尼 這裏是 那邊也就是那邊 今天人剛才這樣說 那